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手 我现在是在南风 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今天跟大家聊两句 最近是在协助海哥 义卖李大哥家的橘子 这个事情闹得有点 有点不乐观 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干了些啥吧 我是从17号 开始跟海哥他们一起过来的 然后 18号开始啊 安抚李大哥家的 他的家人 以及和 村友会的协商一下 那笔善款 交给谁怎么保管 然后也着手准备 帮李大哥家 义卖橘子 因为之前也没带过货 也不太多 所以呢 也花了几天时间吧 所以呢 截至19号之前的呢 是通过 海哥的头条小店下的单 有300来单 不过多时隔日就发走了 20号呢就没有发货 21号就发了2371单 22号发了2460单 23号发了1142单 24号发了510单 25号26号呢就是补发了一点 因为停瘦了嘛 就是 有一些漏发的 还有反馈过来 坏果的 就补发了一些 至于为什么会坏果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一些是这个果子 慢慢坏的 它从一个点开始坏的 我们挑的时候 没有挑出来 然后另外一些是 打包的时候 因为那个橘子发泡了 就比较轻 装满一箱的话 就是七八斤的样子 所以要多装一点的话 才够重 就容易把橘子压坏 装太满了嘛 就容易压坏 然后 说一下这些橘子是从哪里来的 李大哥家的橘子 大概是发了2600多箱 当然 第一个就是发李大哥家的橘子 李大哥家有一部分橘子 是从树上现摘下来的 大概摘了 万马来斤吧 然后剩下它的将近2万斤的橘子 只是从它仓库拉出来发的 李大哥是一个不是很聪明的人 他种的橘子呢 也不这么好 然后如果说摘得早一点的人 口感就更差一点了 它没有熟嘛 甜度就不够 嚼起来也会有渣 另外一点呢 摘得久了 放在仓库久了 它容易坏 所以坏过也比较多 我们发货的时候我们都会挑选 可能有个别没有挑出来的 也请大家见谅哈 然后李大哥他大哥家是发了一千八百七十单 也是经过挑选 剩下有两千来单 是发的风兄弟家里的 风兄弟跟姚姚妹最近 因为李大哥这个事情也是付出了很多 也很操心哈 所以帮大家卖了这些橘子 包括最近也是在风兄弟家里吃了好 好多顿饭哈 人家也都很热情的招待我们 感谢 感谢风兄弟一家 然后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谁觉得李大哥家剩下的那一百来框橘子 不是坏的橘子 随时可以到栏风来看哈 我明天也会发一个视频 就是李大哥家剩下的那一百来框橘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明天看我的视频哈 然后我还想说两句就是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后台会有一些粉丝黑粉 一些喷子 在攻击我们哈抹黑我们 我们不管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哈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亲者自亲 一卖李大哥家橘子 这么一件善举哈 怎么就 会想去 抹黑这件事情呢 时间长了 大家都很明白嘛 反过来说哈 海哥是带着19万5468元的善款 来到南风来到金流坑 哪怕把这6000多件橘子卖出去 按39块9来算 也就是27万4千来块钱 刨去现在顺风的运费9万3 也才16万1 拿19万来赚16万 那不老子有病吗 傻逼才干这种事情啊 所以我想了想 你们还是算了吧哈 没有理由啊 今天就说这么多哈 再见